歐東部有扣動這個勞工紓困貸款 提供受影響的勞工可以申請 不過之前這個新家部也發言說 一些貸款的人有關公告的信訊 對這個事情 歐東部來共調說 已經扣動了 受到有情影響 歐東部扣動勞工紓困貸款 提供受影響勞工相關十萬 相關可以貸款三年的隔離貸款 歐東部統計總共有超過110萬人申請 代出93萬多元 並且代表917億 歐東部是提供超過15億的理想補貸 不過新家部發言 包括貸款人有關公告新聞 引起歐東部的注意 要確認他是不是在申請的當時 申請的時候是軍員的身份 歐東部共調不正已經開動雜貸 因為可能出現申請人 也是做工做 後來入國做兵 做生身份的專案 已經請社代經行 補充相關資料對著 而共調只要是貸款當下 沒有6天的身份 都不可以當貸款 勞工索困貸款 軍公教是不能夠申請的 但是我們現在也在查核 各銀行的辦理的情形 那相關的資料 當然如果確實經過查核 是有軍公教身份的部分 我們就會請銀行 將勞動部補貼的利息補貼 還給勞工部 勞動部表示 勞工上是造車 銀行對特訊管 只稱773塊的理想補貸 勞動部也補充 如果是公部門的 有拼顧 國營事業上勞工 因為是道部、勞工 有勞工的身份 以法是可以貸款的 記者綜合不得